来了客官 今日主打白茶 是非对错观念淡薄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今天小青就带大家看一部 没有太多恐怖镜头 却让人在看后浑身发抖的暗黑风格电影《坏种》 豪华的别墅中 一个小女孩站在窗前 洋娃娃般搅好的面容 一双明眸冷漠地盯着池塘中挣扎的小猫 随着小猫动静越来越小 却肆毫没有要救的意思 无情关上窗 她名叫艾玛 由单亲爸爸抚养长大 是个品学兼优 甜美可爱的女孩 只是她的独立和成熟 完全不像九岁的孩子 早饭时 艾玛有意提起今年的奖项 她向父亲承诺一定会拿到金牌 金牌颁发给 由圣儿耳登价值观的人 信仰 诚实 修养和怜悯是必要 父亲提前安慰女儿 拿不到不要气馁 艾玛并未答应 她骨子里的傲气不允许失败 转移话题为父亲约会的是 话语间 姑姑按其拉道来 热情地打过招呼之后 表示给艾玛找了一个新的保姆 可是独立的艾玛并不需要 父亲以为艾玛还在伤心上一个保姆的意外 艾玛想要姑姑照顾自己 可是姑姑还有自己的事业 父亲保证一定会给艾玛找个合适的保姆 并向姑姑宣扬艾玛要拿金牌的事 姑姑对艾玛也是极为看好的 艾玛面不改色地告诉大人池塘的死猫 父亲将猫咪捞出并安慰女儿 事出突然 小猫没有过于痛苦 但她不知道这件事可能正是女儿所为 艾玛对此毫不在意 学院内 学生们正在学习 一只黄蜂闯进教室 孩子们被吓得连连后退 唯独艾玛冷静地将黄蜂罩主送出教室 这一举动惊讶了在场的所有孩子 老师很满意艾玛的勇敢 从中脉络激动地问她怎么做到的 艾玛为她讲解了黄蜂的特性 和她一比 其他孩子都显得幼稚 这样懂事而又成熟的孩子 在学校总是会被排斥 艾玛没有几个朋友 准确来说是她不幸于和这些孩子做朋友 室外活动时 旁边的小女孩炫耀着自己的新手表 艾玛冷漠地在一旁听着 等到女孩玩闹的时候 故意将女孩撞到 假意关心福气 手却放在女孩的手表上 这一幕被一旁的老师看在眼中 但是却什么都没说 艾玛从兜中拿出来了女孩的手表 女儿上课期间 父亲接见了姑姑找来的保姆 新保姆很健谈 喜欢小孩子 觉得小孩子很单纯 当保姆问起自己女儿的性格时 父亲无比自豪 她眼中的女儿无比优秀 是她的骄傲 保姆有意无意地问起艾玛的母亲 父亲有些伤感 原来母亲在艾玛出生时便去世了 两人聊得很愉快 约定好下桌开始工作 太阳落山 父亲端来了艾玛喜欢的热巧克力 临走时问艾玛 如果给你个拥抱 你会给我什么 艾玛笑得无比甜美 回答会给你个吻 父亲走后 艾玛面无表情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对着镜子露出甜美笑容 她反反复复地练习了很多遍那句话 一日一早 父亲细心地帮艾玛梳头发 艾玛一身红衣就像个小明星 她催促着父亲 脚上的小高跟不断点滴 证明着她心情的急迫 学校的颁奖典礼上 艾玛的目光一直落在那个奖牌上 她自信地认为 这个东西只能是她的 直到老师念出了旁边脉络的名字 艾玛勾起的嘴角瞬间收回 脚上的拍子也逐渐加重起来 心情很不好 颁奖结束后 父亲找到老师盗窃 他没能出席家长会 并向老师询问了自己女儿的近况 老师觉得艾玛很好 是他教授二十年里遇到的最好的 勇气难得 没有任何的生理恐惧 但是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是他唯一的缺点 老师走后 父亲安慰着艾玛 艾玛觉得那个奖牌 本应该是自己的 脉络什么都不如自己 父亲打断了艾玛的话 艾玛似乎意识到错误 立马道歉 并表示替艾玛高兴 但没人知道 饿吃花已在艾玛心中发芽 之后 艾玛带着天真的脉络去玩 将她带到一束悬崖边 天真浪漫的脉络 丝毫不知艾玛的打算 还在高兴艾玛知道这么酷的地方 艾玛沉默地接近脉络 这时脉络才感觉不对 当艾玛跑回自己父亲旁边 身边的脉络已然不见 而她像是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般 当脉络的母亲问起 有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 艾玛告诉她 最后一次见到是在篝火旁 这时 远处的孩子大喊着救命 他们在悬崖下面发现了脉络 艾玛面无表情地看着早已死亡的脉络 父亲并未怀疑女儿 将她揽入怀中 回到家中 父亲和姑姑讨论着这件事 二人都怕此事会让她有阴影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艾玛正站在一边 听着二人的谈话 父亲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女儿 在吃早饭的时候 想要和她谈担心 艾玛却觉得没有必要 女儿无所谓的态度 让她有些担心 和姑姑谈起艾玛的态度 姑姑倒是觉得 每个孩子风势不一样 需要给艾玛一点时间 聊天间 姓保姆克洛伊来了 艾玛依旧是站在窗边看着几人 父亲带着克洛伊 简单地参观房子 艾玛从楼上走下 父亲接受了一下两人 艾玛表现得很友好 迫不接待 想要展示自己所得的奖牌 父亲让艾玛等一等 要先参观房子 克洛伊和艾玛对视一会儿才离开 晚上 克洛伊看着父亲的照片 似乎是在谋划着什么 艾玛想要看电影 克洛伊表示 关上窗户就来 她是在撒谎 抽屉里有一些药 而克洛伊拿出来了两粒装器 在和艾玛看电影的时候 克洛伊说一个演员蠢 被艾玛怼了回去 克洛伊问起了 会不会为溺水的孩子伤心 艾玛却觉得伤不伤心不重要 反正已经死了 克洛伊觉得 九岁的孩子这么想不简单 话题一转 问起了父亲有没有女朋友 艾玛一瞬间起了疑心 并告诉她之前有个 但是因为自己不喜欢 父亲将她甩了 炫耀的意味十足 艾玛的话让克洛伊很难捉摸透 而艾玛直接了当地挑明 她是个小偷 她清楚地看得了克洛伊偷药了 只不过剂量少不会被发现 以此来要挟她 被叮到把柄的克洛伊 虽然愤怒 却又无计可施 在学校举办麦洛的哀悼活动时 艾玛坐在孩子中间 依然面无表情 但是在看到麦洛母亲时 眼睛却勤满了泪水 那强忍住泪水的样子让人心疼 麦洛母亲觉得 至少儿子最后一天是快乐的 就是布置奖牌在哪 父亲对此很疑惑 麦洛母亲觉得可能是沉入海底了 她向父亲要了麦洛生前的照片 她想要看自己儿子快乐的样子 晚上回到家 父亲看着安静看书的艾玛 心中稍稍地有一些怀疑 想要帮艾玛收拾一下房间时 娃娃掉在了床底 她俯身下去捡 而艾玛的床底有一个蓝色的布条 正是丢失的奖牌 只不过父亲并未看见 艾玛刚好看到父亲趴在地上 脸色有些不太好 并表示自己这里很整洁 不需要收拾 她问父亲还有事吗 言外之意很明显 父亲离去之后 翻看麦洛的照片 无意中看到了照片中的女儿 她看着麦洛拿奖牌时的眼神 让人毛骨悚然 想起女儿看到麦洛死亡时面无表情的样子 父亲心中有一些怀疑 直到老师来到家中 父亲更是加重了自己的怀疑 出于对女儿的宠爱 父亲还是选择保护自己的女儿 麦洛怕睡 不会一个人去悬崖 老师想要知道艾玛看到了什么 艾玛站在墙后听着几人的对话 身后是克洛伊 克洛伊自然知道这件事情是艾玛做的 艾玛是最后一个见到麦洛的 有人看到艾玛和麦洛在悬崖边 艾玛听此 觉得他们如果再聊下去就暴露了 找寻着能够打断几人说话的方式 直到看到了桌上的罐子 破碎声和惨叫声响起 父亲连忙站起身 艾玛摔倒在地上 旁边全是碎玻璃 手臂上还被划伤了 老师看到这一幕 自知问不出什么了 失去的离开 父亲心疼的帮艾玛包扎 提起了老师来所问的问题 艾玛一口咬地没有去过悬崖 并说老师只是讨厌他 父亲再次选择相信自己的女儿 第二天 克罗伊过来道歉 还想在工作室抽烟 被拒绝之后 他又说因为他艾玛才受伤 父亲旁敲侧击地打听艾玛的事 克罗伊一直都在夸奖艾玛 父亲觉得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转身准备工作 可是黄蜂却打断了他 事后 克罗伊提醒了艾玛 只要不惹自己就帮他隐瞒 两人看到了老师在麦洛家 克罗伊提醒他 最终警察会借助 并且会拷问艾玛有没有害麦洛 艾玛一口咬定自己没有 但克罗伊其实早已知晓一切 只是提醒他要编好谎话 否则就会被抓走 家中 克罗伊继续逗弄艾玛 但是两人现在都有把柄 克罗伊也不喜欢被威胁 他永远无意地说出杀人的孩子 会被送上电影 有专门给孩子用的电影 这件事让艾玛觉得恶心 事后 克罗伊寻找艾玛无果 家里都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在他的房间中查看一番 要走时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他趴在床下查看 果然看到了奖牌 为了报复艾玛之前威胁自己 他将奖牌放到了父亲房间 老只询问完漫入的事之后开车回家 突然看到了镜子上一个黄蜂 有一只黄蜂 甚至爬进了他头发里 惊慌之下差点出车祸 他停车将黄蜂放出就继续上路 却不知道 他的后座处有一个巨大的风潮 回家之后的父亲并没有看到奖牌 艾玛走进父亲的房间 一眼就看到了奖牌 他偷偷地将奖牌收起 临走时发出了声响 惊动了父亲 父亲疑惑地转身问他藏了什么 艾玛极力淫湿 可是父亲显然不相信 无奈之下艾玛只好拿出了奖牌 父亲心情有些急躁 他生怕是自己想到那样 可是艾玛依旧没有说实话 克若伊突然出现 告诉父亲就在艾玛床下 又剩下两人之后 父亲心情有些沉重 他想要帮助艾玛 但是艾玛不说明情况 他就没办法归女儿开脱 不断询问下艾玛还是承认了 他是去过悬崖边 也和麦洛待过 只是和他玩了个夺妻游戏 金要还给他的时候就找不到他了 麦洛母亲一直想找奖牌和儿子合葬 艾玛却露出了艾玛的表情 他觉得很蠢 这个时候父亲才明白 艾玛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善良 他似乎一直不太了解女儿 他失望地离开 晚上就找安琪拉为女儿找了个心理医生 经过这件事 他做了个噩梦 长着老实脸的医生告诉他们 孩子有些问题 吃饭的时候 艾玛面无表情地说水池有东西 是自己妻子的尸体 艾玛指着麦洛是他干的 父亲猛然惊醒 艾玛对于克洛伊的做法很愤怒 他越来越觉得克洛伊不顺眼 两人剑拔弩张 父亲想要带着艾玛 去跟麦洛母亲道歉 寒暄一阵子 艾玛将奖牌还给了他 解释道 是个游戏让他待一会儿 心要还给他时就找不到他了 麦洛母亲一脸的悲伤 但是艾玛的解释和表演 却让勇无可挑剔 他不得不相信这个说辞 痛苦地抚摸着奖牌 他不知道说什么 虽然他很高兴艾玛能够还给他 可是老师的事让他很惶恐 老师出了车祸 艾玛难过地表示 那是他最爱的老师 父亲有些不敢相信 麦洛母亲说 电视上报道车里有个黄蜂巢 被遮了才会出车祸的 此时艾玛站了起来 他想赶紧回家 走在路上 艾玛略微兴奋地询问 是不是可以不用再提脉络 父亲还会回答 艾玛就高兴地加快了步伐 克洛伊会给他做蛋糕 父亲在工作的时候偶然抬头 一直在工作室外面的风潮不见了 他心中瞬间有了答案 内心越来越惶恐 如果女儿再这么放人不管的话 恐怕会出大事 他准备提前带女儿去看医生 艾玛笑着表示理解自己的父亲 去看这个心理医生 或许对他有好处 可是等到父亲走后 他那小小拳头颤抖着 手心早被钻得流出了血液 心理医生处 马其医生先是找了父亲谈了谈 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女儿的不同寻常 父亲对于艾玛的欺骗耿耿于怀 但是马其医生却表示 这是孩子的常态 也有特殊情况 比如一些心理疾病 轮到艾玛的时候 马其医生很是细心地解释自己的工作 艾玛表示知道他看过类似的书 马其医生说自己能治疗有心理疾病的人 艾玛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马其还在耐心地劝导 这个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 可艾玛还是表示自己没有 见此时说不通 马其换了个话题 了解了对脉络的感受 艾玛一副悲痛的样子 他告诉医生自己哭了两天 艾玛反问医生 为什么去世身边的人会伤心 这迟早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马其细心讲解 这虽说不可逆 但是会很同心 同情 这是人的本性 父亲坐在外面心情复杂 屋里的人不断传出笑声 直到二人出来 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马其告诉父亲 艾玛是他遇到的最正常的孩子 这也给父亲安定了一下内心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发现了 这里的马其医生的扮演者 帕特里夏麦克马克 扮演过1956年版 怪种的小女主 父亲回到家之后 看到克洛伊身材火辣的 躺在沙发上 父亲尴尬的告诉克洛伊 艾玛在楼上 走上楼的克洛伊 带着炫耀的意思 艾玛很不喜欢这个女人 并想让父亲送走她 可是克洛伊却说 父亲看上她了 她要做艾玛的寄母 艾玛让克洛伊 与她父亲原点 可是克洛伊却不管 艾玛那杀人的眼神 她觉得艾玛就是个 宠坏的小贱种 她很成功地惹怒了艾玛 晚上父亲临走之前 艾玛过来质问父亲 父亲直接了断地说 不可能让她当寄母 这事情没有这么难 而父亲还有一场约会 让艾玛很不高兴 夜里 艾玛将克洛伊引到工作室 并锁上了门 突然间 本就毅然的屋子着了火 她想要烧死克洛伊 克洛伊慌了 看到艾玛出现在窗口 她敲碎玻璃却被划伤 身上也着了火 艾玛在窗口冷笑着 她看着克洛伊慢慢地死去 无动于衷 等到父亲约会回家 疯了自地跑向家 最后得知艾玛没事 但是克洛伊死在火灾中 她紧紧抱着艾玛 心中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 她再一次找来了艾玛 这一次 她想好好和女儿谈一下 她觉得有大麻烦了 警察已经介入 想让艾玛将所有事告诉自己 直接两个人问艾玛 是不是她杀了脉络 艾玛沉默了许久 也承认了就是她推的 并且暴政以后不会再犯 父亲提起了艾玛的第一人保姆 艾玛只是踢了她 她就摔下去了 她觉得成年人应该能保护好自己 父亲又说了老师和克洛伊 可这是父亲说了他们该死 父亲永远以来第一次好了她 她怕警察会将艾玛带走 艾玛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不想被送上电影 父亲有些不明白 这些都是克洛伊说的 她伤脉络的事情迟早会被发现 她还要做自己的计目 艾玛情绪失控了 但后者不想要计目 居然父亲都被吓到了 艾玛继续说 克洛伊偷父亲药片欺骗她 而父亲却什么都不会做 只能她自己动手 这也是迫不得已 父亲着急的给马奇医生打电话 可是医生刚好有时不在 第二天又接到了警官的电话 这让她心中更加惶恐 她害怕事情暴露 所以准备带艾玛离开 找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心 父亲走得很着急 艾玛很不理解 父亲只是说她自己想静静 她也没办法 只能带着艾玛去乡下 可是去的地方 是父亲讨厌的地方 父亲表示自己不讨厌 可这是父亲之前说过的 艾玛将父亲的每句话 记得都很清楚 到达之后 房东热情地接待了二人 艾玛表现出一副 乖巧懂事的样子 父亲只是笑而不语 她和安琪拉通电话的时候 安琪拉想要过来 但是却被拒绝了 警官打来电话通知 是蓄意放火 期货员已经送去检查了 晚上她又做了噩梦 梦到科洛伊 突然抓住了她的脚 到了和警官约定的时间 可是警察的电话 父亲却没有接 当父亲看反社会孩子的状况时 艾玛就站在她身后 父亲责怪艾玛偷窥 而艾玛却觉得父亲偷窥 她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她不会无缘无故伤害别人 可无论怎么说 父亲都不相信艾玛了 艾玛失望离开 等到父亲入睡 艾玛轻轻地吻了父亲一下 打开了家中所有的煤气 自己拿了一盒奶 在河边等待 等到父亲发现不对的时候 煤气已经泄露了大部分 她关上所有的煤气 看到湖边的女儿 父亲五味杂陈 走到女儿的旁边问为什么 自己是她唯一的亲人 艾玛却表示 她死了还可以找姑姑 父亲深呼吸几下 向艾玛伸出了手 父亲看着妻子的照片 随后拿出早已备好的安眠药 又去看了看自己的女儿 回去将大量的安眠药碾碎 轻轻地填了一下 终于下定了决心 放在了热可可中 可精明的艾玛 早就猜到了父亲的动作 父女二日喝着热可可 父亲讲述了艾玛母亲的故事 母亲无论什么事都会心想女儿 艾玛睡了之后 父亲给安琪拉打电话 可是安琪拉并不相信艾玛想杀了她 安琪拉觉得九岁的孩子不会杀人 艾玛要起作用 父亲沉睡过去 艾玛睁眼 拿出了父亲的手枪 用父亲的手握住 她其实并不想杀掉父亲 可是父亲已经对她动了杀心 精神到了个别后 她扣下扳机 第一次开枪的她却打偏 这一种响动也将父亲惊醒 父亲见到艾玛想要杀自己 她睁开了拿枪 艾玛一把拿过手机 拨打了警察电话 她尖叫着喊着救命 并报了自己家的地址 她情急之下 躲进了浴室并锁上了门 父亲拿着枪正在门外 温柔地劝说艾玛开门 浴缸的艾玛无处地哭泣着 父亲一脚踹开门 刚举起枪 房东却出现在她身后 艾玛死时哭着大喊救命 而父亲让房东不要相信艾玛 并想开枪 就在父亲想要开枪的时候 房东让她开枪杀了她 艾玛坐在浴缸里 害怕地尖叫着警察来了之后 并将艾奇拉带了过来 艾玛看着自己的姑姑 问她回家之后能吃冰激凌吗 姑姑心疼地表示 想要什么都可以 艾玛抱着姑姑 影片在艾玛的笑容中结束 这部电影的女主是 麦肯纳格瑞斯 是小青很喜欢的一名小演员 演技超好多才多艺 她也是好莱坞最年轻的制片人 在这部影片中 展现出超出年龄的演技 把角色的那种孤僻 毫无同情心和愧疚感的性格 演绎的入目三分 懂得利用童真作为最好的伪装 面部表情 由甜美转化为冷酷无情 令人倒吸一口凉气 哪怕是别有用心的大人 也都被玩弄于鼓掌之上 《坏种》总共有三部 这最新的一部 和前面两部上的剧情 还是做了些改动 1956年和1985年 女主是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在2018年的坏种 却直接将母亲这个角色移除 将其设定在一个只有父亲的单亲家庭中 在结局方面也是有一些改动 在原著小说里面 母亲给女主喝下安眠药 自己饮淡自尽 可是她死了 女主却被抢救回来 1956年版的结局改成 被闪电击中死亡的正义审判的结局 2018年的女孩并没有死 仍在继续这罪恶的一生 而且电影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彩蛋 在和客串心理医生的老板扮演者聊天时 他甚至还说了句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也这么做过 算是致敬了第一部 这三部不同时期拍摄的 大家更喜欢哪一部呢 在评论区告诉小青吧 好了 小青放映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在小青金督里还是小青 Legal 在小青下里边还捏不散了 大家这种感觉 我们下期不散了 没关系不散了 看着手伙心 我们下期不散了